一名学生从监控里突然消失 等再次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一百多天以后 奇怪的是 在这一百多天里 五千多人把附近翻了个底朝天 也没有找到他 直到一百多天 他又竟然突然出现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诡异离奇的故事呢 事情发生在江西上饶的某个中学 这天学校里来了两位民警 经过了解知道这所学校里有学生失踪了 但这个学生临走前的行为 却异常古怪 经过询问下 其中一个学生讲述了小李失踪前的情况 那天三个人在宿舍里有说有笑 小刘是个很健谈的人 主动给大家讲解了笑话 由于他讲得比较有趣 时不时把另外两人逗得哈哈大笑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刚才还在哈哈大笑的小李 突然脸色阴沉下去 小刘和小张都察觉到了不对 连忙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但没想到小李一脸反常 用凶狠的眼神盯着两个人 还时不时发出野兽一般的嘶吼 这可把两个室友吓坏了 觉得也许是小李感情上 或者学业上遇到了困难 心情不好再发泄而已 然而也没再多说什么 那时的小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给人的感觉异常阴冷 而且难以接近 慢慢的时间到了晚上12点 小李依然没有回来 然而等到第二天 小李依然没有回来 而且家里人也联系不上他 过了没多久 家里人最终决定到警局报案 警方多方面查找线索 后来通过摄像头发现 小李去了教学楼 但从监控画面消失之后 再也没有发现他的踪影 从宿舍到教学楼 仅有不到100米的距离 但小李却离奇消失 后来警方怀疑 他是被人陷害 四处查找 也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 一时间各大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直到100多天后 最终还是传来了噩耗 有人称在学校附近的树林中 发现了一具上吊的尸体 诡异的是 树林离学校直线距离仅100米 在之前救援队曾多次在这里筛查搜救 并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后来又有人说 遗体是在学校后山的一家工厂内发现 但尸体早已腐烂 几乎只剩下了骸骨 而奇怪的是 小李的衣服却是反之穿的 直到现在 这起诡异的事件 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妹们 谢谢大家